我觉得啊,我们如果要讲文化,那么主要的还不是看人家怎么说的,而是看人家怎么做的,不是看某两个大思想家想的什么,而是看着一般的当官的,当老百姓的想的什么,更重要的是做的什么。 不是看他们有些什么至高无上的理想,而是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落实到规则中去,或者说潜规则中去,这个有正式规定的就是规则,没有正式规定,但是大家都照着做的就是所谓潜规则。 那么这些东西恐怕更能够反映,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啊,我觉得法家的确在中国的历史上,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点集,大家都要学的就是四十五经,关注四十五经当然是有意义的,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的,我觉得还是能够支配现实规则的那些思想。 那么这些思想中啊,我们就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,而不是仅仅从形而上层面的思想,去考虑问题。 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从晚清以来很多学者都说,说中国的文化,中国的社会啊,有一个特点是乳表法理,有人又叫做养乳因法。 养乳因法也好,乳表法理也好,意思都差不多。 那就是说,长期以来中国人,尤其是中国的统治者,往往是讲的是儒家,做的是法家内东。 因此我们要理解中国的这一些过去,理解中国传统,光理解表的是不行的,还要理解他的理。 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表里之间是怎么转换的,我们甚至也要知道,法家这一套东西怎么变成理的。 因为中国人不是自古就崇尚这一套,它是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这一套东西。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,在七十年代,我们中国曾经有过一次披乳贫法运动,在文革的晚期。 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,自从秦以后,首次大规模的宣传法家读作。 我本人当时在乡下是知青,可是在当时那样一种人人独寒飞的那样一种气氛下,我们也读了这个东西。 读了以后真是不知道,一读吓一跳,再读真开窍,然后就知道这个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了。 那么这一套东西啊,在秦时代是大张旗鼓地宣传的,秦以后就很少宣传了,但是它的影响一直是根深蒂布。 那么为什么以后很少宣传的呢?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套东西里头有太多的,不太好听的那些东西。 那么一直到了晚清,由于中国那些好听的东西,在晚清的那种文化碰撞中受到了质疑。 当时大家知道这个儒学从晚清到五世,受到强烈的怀疑。 人们对于儒学的怀疑啊,可能大家知道,最主要的不是说儒学本身有什么不对,而是说它虚伪。 大家都知道,五世时代批评儒学最有名的一个抨击就是说他们是伪道学,是那个虚伪。 那么这个虚伪的这一套崩溃了以后,那么这时候,人们才开始,就是理直气壮的,开始讲这个后面的东西。 那么讲后面的东西,就有两种讲法。 一种讲法是说,这个东西是真是很糟糕的,那么我们现代化需要摆脱这个东西,就是一种批判式的讲法。 还有一种讲法,就是说这个东西才是好东西。 就是表面上的那层东西反而遮蔽了,甚至妨碍了这一套东西。 应该说这两种想法,晚清就已经有了,晚清就已经都有了。 那么我们毛主席应该说,他是非常之雄才大略。 也只有他有足够的自信,能够把以前的历代统治者,心里所想,但是不敢讲的一些话,能够讲出来。 而且大张旗鼓地讲出来。 毛主席讲话是非常底气很足的了。 他经常讲一些什么,我就是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,什么等等等等,那些话。 什么反右说,你们说我整人,我就是搞阳谋,什么诸如此类的。 这个当然也不光是他,应该说武士以后啊。 很多中国的一些那些著名的思想家也好,一般的那些名人也好,他在批判那种所谓儒家的伪道学的这个过程中啊,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。 就是讲话历居虚伪,那么既然历居虚伪,往往就使人觉得真小人要比伪君子可爱。 因此当时这个老师说武士以后就出现这样一种风气,有人是不害怕把话讲得很难听,甚至有意地把话讲得很难听。 那么毛主席在这个文革期间就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,这是当时我们都知道的。 说这个劝君少骂秦始皇,焚坑事业要商量,说秦始皇很伟大,说秦始皇虽然死了,但是他的那一套规则一直留存下来。 孔子名气很大,但是他的那一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,孔学名高,词匹康,说北代都行秦政制。 这个秦政法师当时大概是传错了,我知道的他的那个真实的文本应该是秦政制。 北代都行秦政制,十批不是好文章。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本十批判书,其中首当其从批判的就是秦始皇了。 然后他说要大家去读那个柳中原的封建论,封建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人中很少的几个肯定秦始皇。 批评这个西州这一套制度的这个人,那么你看到,在毛主席看来,中国历史上虽然儒家被讲得很多,但实际上人们做的,是法家那套北代都行秦政制。 这一点,我认为,不管我们对这个秦政制是包也好,贬也好,文革期间我们是大捧特捧,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之好的。 唯独不好就是他做的不够彻底,当时披鲁平法的一些著作,大家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都读过。 说那个秦始皇样样都好,就是有一点不好,那就是他还是过于心持手软了,他镇压反革命不彻底,按照当时我们主席的话说,他的气魄太小,焚书坑乳只坑了四百六十多个乳,我们这个气魄就比他大得多,什么等等等等。 那么,不管是捧他也好,扁他也好,这都是一些评价,就事实判断而言。 我觉得毛主席这句话并没有说错,北戴都行秦政制,秦制从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,而儒家宣传的周制,大家都知道,孔子是非常从周的。 是吧,孔子的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人就是周共,完美的制度就是西周的那一套制度。 但是虽然后世,孔子成了圣人,被抬得很高,但是孔子的那套理想,孔子的那个所谓周制,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实现过,或者说恢复过。 那么中国自从战国时期出现了周秦制变以后,实行的一直是秦制。 那么这个秦制背后的思想,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了。 这个既然说秦以后是如表法理,如不是一开始就是表的,如也曾经是理。 那么这就是西周的情况。 我们通常都讲,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变革时期。 应该说,我认为中国整个五千年文明史,有两个时代是最关键。 一个就是春秋战国之际。 其实春秋战国说得远一点,就是周秦之变,从周制到秦制的演变。 严格的说,周秦二字在思想上的反映就是法家和儒家。 儒家是从周的,法家要建立一套新的,就是秦制。 所以,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说,儒法斗争延续两千年。 认为这一套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。 后来人们不太讲了,原因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觉得法家那一套有很多糟糕的东西。 但是,我觉得褒贬是一回事,事实又是一回事。 不管你对法家是褒是贬,你对儒家是褒是贬。 当然,毛主席讲,他认为儒家是万恶之冤,法家是北善之忧。 这个道德评价你可以质疑,而且我是不同意的。 我明着讲,我认为法家是很糟糕的。 在这一点上,我不同意主席的这个判断。 但是主席的这个事实判断,我觉得是没有错。 很多人实际上是回避了。 的确是这样,在中国,不管是道家也好,佛家也好,他们在中国的地位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决定的。 我后面就要提到,为什么在儒表法理的情况下需要有佛道? 需要有佛道。 那么大家知道,儒家的那套规则本来它并不是表。 也就是周智,周智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,它逐渐就崩溃了。 所以如果你们看看孔孟的著作,都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愤世忌俗之感。 用我们后来的一些儒家的总结说, 这些人呢,当时都是非常之愤世忌俗,都是痛感。 人心不古,四风日下,礼崩乐坏。 他们认为那个时代糟糕透了。 所以啊,大家知道后世对儒家,对评价,不管你肯定也好,否定也好,恐怕都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。 那么肯定的人认为,儒家这一套愤世技术表明了儒家的社会批判意识。 儒家不是拍马屁的,儒家是抨击现实的,儒家是有尖锐的批判精神的,如果没有这些,那就是假儒家。 那么也有些人说,儒家这一套很糟糕,说儒家这种愤世技术是历史倒退论,是鼓吹金不如锡。 鼓吹,扶鼓倒退。 五四以后,我们批评儒家经常这么说,说儒家经常是认为金不如锡,主张扶鼓倒退。 甚至卢迅先生,大家知道那是反传统,反儒很有名的人,他塑造了一个形象,可能大家知道就是酒精老太,那就是个典型的金不如锡论了。 那个酒精老太是认为现在样样都不好,甚至连现在生的孩子都是一代比一代轻了,说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只有六七斤,以前的孩子一出生有酒精,所以他老讲就被称为酒精老太。 那是一个鼓吹金不如锡的一个文学典型了。 那么那个时候,这个儒家就一直是很不高兴,而且说过很多很极端的话,像孔子就说过一句话,道不行,成岔浮于海。 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行了,礼崩越坏,这个道德已经彻底的崩溃了,说我现在要乘坐主法到海外去当移民去了,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实践我的理想,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没救了。 那么像这些话,那么这些话反映了什么东西呢? 反映了的确是当时儒家的那一套东西和现实的差别实在是太大。 应该说当时儒家的这一套东西,第一,它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,它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与人为善的,那么因此它强调自理社会最重要的是伦理。 因此我们有人说,儒家是伦理中心主义的,那么他们的这个儒家讲的那套司法行政呢,就是要强调它要合乎道德,就是所谓的要人德治天下,那么行政考虑的是要正义,用现代语言来讲, 就是那个justice那一套东西,而且这套东西超越于权力之上。 所以儒家一再讲过,统治者如果不道可以推翻,老实说,那个历代的儒家,甚至儒家的每一部经典都贯彻了这个意思。 统治者不是至高无上的,道德才是至高无上的,统治者如果不道德,就可以推翻。 几乎儒家的每一部著作都有这种说法,上书就说,辅我则厚,虐我则仇,说你对我好,你就是我的王。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这个古代汉语中,名词的阴性阳性是不分的,其实近代汉语也是这样,但是古代汉语最明显。 所以那个王和后在古代汉语是同一个词,同一个意思,所谓后就是王,到了以后才把它变成,所谓王后就是国王的配偶,就是那个king就是后,king就是王,那是以后才有的,以前不是的。 所以你经常看到古代的典籍中讲到的,下后是五十二字,这个下后指的不是下的王后,而就是指的下的王。 那么上书就讲,辅我则厚,虐我则仇。 你对我好,你就是我的王,虐我则仇,你虐待我,你就是我的仇人。 没有什么我要无限忠于你的说法。 那么这个话,到了孟子那里,就是君士臣如草戒,臣士君如叩仇。 就是军队臣好,臣就会忠于他,但是军队臣不好,臣就会把他当作叩仇。 说文诸一夫骤矣,魏文士其君,等等。 荀子可以说是如法之间的过渡性人物。 荀子已经讲了很多我后面要提到的法家的那些事项。 但是荀子,他仍然说,一个政治的学者要从道不从君。 就是说当这个统治者的作为违背道德的时候,我要从道不从君。 但是这一套东西啊,我后面讲,在西周,它是有它的特定的含义的。 是吧,你不能说,仅仅简单的说虚伪。 在西周的时候,它是有特定的含义的。 但是,在春秋战国的那个时候就行不通了。 是吧,那么这个时候,法家的那一套,就是建立的正好和儒家相反。 它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。 不是以伦理,而是以权力中心主义,以权力万能,是吧,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。 主张行政安全优先。 什么叫做行政安全呢? 就是这个权力要掌握在我的手里,这一点要有把握。 至于它是不是道德,这都是次要的事情。 是吧,首先要讲的是行政安全,而不是行政正义。 权力丢了,什么都完了。 那么,是吧,道德不道德,还有什么用呢? 是吧,因此儒家仁义道德,那都是很愚蠢的东西。 是吧,大家知道,我们毛主席在中学时代就写过两篇很有名的文章。 是吧,一篇文章叫做《颂香公论》,里面批判的就是蠢诸式的人义。 是吧,大家如果在网上有毛选可以检索的话,你可以把蠢诸式的人义拿来检索一番。 是吧,毛主席中学时代就写了那篇文章,以后不断地讲蠢诸式的人义。 是吧,说那个独家的人义是非常愚蠢的。 那么毛主席在中学时代还写过另外一篇作文,叫做《商鞅习目立信论》。 是吧,对于这个商鞅,大家知道那就是韩非的始祖了,那个法家的始祖了。 是吧,那是评价非常之高,是吧,说是独国数千年来是最大政治家。 那么,法家的这一套,或者说商鞅的那套原则就是,这个道德不道德,首先权力要掌握在我手里,行政安全优先,一切都以我这个权力在我手中要可靠,别人不能抢走为原则。 所以,如果我这个权力受到威胁,我这个权力的安全受到威胁,那么什么都是假的。 是吧,那么可以说,如法两家在这方面,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 那么,这两个极端是怎么转换的呢? 这两个极端怎么会在表里之间能够融为一体呢? 老实说,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的传统啊,恐怕90%的关键就是要理解这两者怎么能够融为一体? 虚伪,但是应该说,在西州的时代, 这里我要讲,西州时代是没有儒学这个说法。 其实老实说啊,儒学,它就是在西州的那套已经崩溃的基础上, 才有人要把西州的那套从理论上总结出来,试图去重建它。 老实说,当一种规则,人人都认为是很自然的时候, 没有多少人会去宣传它,会去讲解它,会去把它理论化。 就像现在我们,大家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, 所以没有什么人去写大文章,去认证人为什么要吃饭,什么等等等等。 大家都知道,就是一种规则,当它是实际上的社会中人们, 人人都习以为常的规范的时候,是没有人会去大力把它理论化的。 真正把它理论化的时候,往往就是还没有实现的理想, 或者是已经不存在的东西,那么我们就要去拯救它, 或者说要去实现它,比如共产主义,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,所以我们就要构建出这样一套理想。 那么比如西州那套,当时已经崩溃了, 所以就出现有一些人,把西州那套整理出来。 那么儒家的思想产生于东州, 东州时代,其实按照当时的说法已经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, 那么儒家的理想是西州。 西州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呢? 老实说,历史上, 不同的史学家对周情之变有不同的理解, 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, 周情之变是非常深刻的, 不管是友好变坏,还是友坏变好, 在这方面评价很极端了, 很多人说那是友坏变好了, 尤其是持那个历史进步观念的人, 有些人说那是友好变坏了, 尤其是那些传统儒家, 大部分都是这么说的, 所谓的历史倒退论。 那么西州时代, 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, 西州时代的国家, 严格地说, 不是我们秦以后看见的那种大一统朝廷。 西州时代的中国啊, 是一个以血缘族群为组织形式的社会, 那个左传里头有一句话, 叫做, 率其中士, 及其分族, 将其内臭, 就是说当时的整个国家,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氏族, 以及由这个统治氏族管制的被统治氏族, 不管是就是我们这个, 比如说周家, 当然他不姓周了, 是姓继的, 我们周家是一个大家族, 那么我们这个大家族, 有几个朋友家族, 是我们的盟友, 那么还有几个被我们征服的家族, 就是引人吓人, 但是都是家族, 而且这个家族一走, 国家也就走了, 所以以前我们国家的先秦时代的地名和族名是一回事, 地名, 族名, 国名都是一回事的, 大家知道河南郑州这个地方, 春秋战国时代叫做新郑, 现在郑州的郊区还有个新郑县, 好像现在叫市了, 为什么叫新郑呢, 因为原来有个旧郑, 这个旧郑就在现在陕西的魏南, 西州时代, 郑是封在这个地方的, 那时候这个地方就是郑地, 到了西州灭亡以后, 平王东迁, 郑伯护送平王到了洛阳, 然后洛阳就把他封地改在了河南, 也就是我们郑州这块地方, 那么因此这块地方就叫做新郑, 也就是说所谓的郑, 就是郑伯这一族人所在的地方, 这个西州这个国家和我们今天讲的国家不一样的, 你是我这个族的, 你就是我这个国民, 你不是我这个族的, 你就不是, 高京和东州的洛裕, 就是洛阳, 首都旁边就有一些蛮族, 鹿魂之戎, 就是在现在河南的什么卢市啊, 松县, 少林寺那一带, 当时就有一些不是华夏族的这些部落, 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州人, 相反, 像州公, 像那个太公, 他是被分到山东去的, 那很遥远了, 但是他们是州人, 孔子他是鲁国人, 鲁国也是既姓诸侯, 就是和那个州王是同族的, 因此鲁人也是州人, 但是鲁很遥远了, 鲁魂之戎就在西州的王城旁边, 就现在的那个少林寺那一带, 但是那是外国,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, 就是任血缘的, 就是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国, 就是一个大宗族, 那么因此那个时代啊, 天子, 诸侯, 清大夫一直到四, 这样一种层层的分封, 实际上等同于一个大家族的, 辈分, 长幼, 敌数的序列, 州有天子, 有州王, 可是州王和秦始皇是不一样的, 州王的那种尊严呢, 主要是一种伦理式的尊严, 他没有一种科程化的行政权力结构, 说的简单一点, 就是州以下的各级统治者, 不是州王任命的, 他们都是世袭的, 比如说这个县, 州王的朝廷是不能派县长, 也不能任免县长的, 那个县长是世袭的, 那么这么一来, 你的地位怎么建立呢? 那就是这样建立的, 诸侯等于是我的, 我这个家庭的子弟, 我是他们的家长, 那么在诸侯的领地, 诸侯又是家长, 清代夫是子弟, 在清代夫的封地, 清代夫是家长, 是是子弟, 一层一层下去, 一直到庶人, 那么每一层都好像是一个家庭, 这个家庭当然是有长幼尊卑之分的了, 儒家是不讲平等的, 这一点和现代社会不一样, 儒家是要讲长幼尊卑的, 可是儒家的这个长幼尊卑啊, 他和企业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不一样, 和罗马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不一样, 因为企业中的老板和员工纯粹就是雇佣关系, 我可以雇佣你, 也可以开除你, 奴隶也是一样, 虽然奴隶没有自由, 只有奴隶主有自由, 但是奴隶主对于奴隶来说也是, 我今天可以把你买来, 明天可以把你卖掉, 甚至秦以后的官僚制也是, 大家知道秦以后就不是贵族制, 而是官僚制了, 官僚的特点就是统治机器基本上是由受薪官僚组成的, 这些人领我的薪水, 为我办事, 他就像我的雇员, 所以我们今天讲文官制度, 文官制度在西方是一个近代的东西, 可是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启蒙时代是受到中国的影响, 这里我要讲文官制度比较好听, 实际上它和官僚制度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, 只不过汉语中官僚已经成了贬义词, 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建立官僚制度好像不太好听, 所以我们要说建立的是文官制度, 其实在西方啊, 官僚和文官就是一回事, 在西方在英语中, 官僚或者说文官, 它是和什么相对而言呢? 和贵族相对而言, 官僚就是可以任免的, 只有上下级的区别, 而贵族就不一样, 贵族不可以任免, 贵族是世袭的, 我是公, 我是王, 我是侯, 我是伯, 我是子, 我是男, 我是一个领主, 我就世世代代是这个领主, 你不能把我提拔成什么什么, 你也不能把我给撤掉, 这和这个什么科长啊, 司局长啊, 那是不一样的, 那么像这样的族群社会啊, 一家人嘛, 掌幼尊卑, 是有尊卑的, 但是这个尊卑有一种亲情的那个东西, 像这样的一种小共同体, 我经常讲啊,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 如果是非常密切的话, 权力和责任, 往往容易沟通,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结构, 它和秦始皇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个结构, 是不一样的, 那么这样的一个族群社会, 它非常强调的就是血缘纽带的结合, 这种纽带, 从一个方面来讲, 是亲情, 温情默默, 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样, 有一种那种伦理道德的纽带, 那么另外一种方面, 就是父权, 在一个家庭里头, 不能讲平等, 不仅中国人是这样, 西方人也是一样, 大家知道西方人讲的平等, 指的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, 未成年人, 大家只要学过民法就知道, 未成年人, 他要讲监护和被监护的关系, 家长对子女是有监护权, 当然也要承担监护的责任, 那子女成年了, 当然那就平等了, 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, 我可以把它叫做小共同体本位, 他强调的都是一个一个小共同体, 这个小共同体里头是有尊卑的, 但是也有亲情, 但是这个小共同体一旦放大就有问题了, 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很明确的, 权利就是我要挺我父亲的, 义务就是父亲要养我, 我们知道父子之间虽然有尊卑, 但是这个尊卑和现在老板和工人之间, 奴隶和奴隶主之间, 那是不一样的, 现在的老板他可以开除工人, 可是父亲能开除儿子吗? 大概是不行的, 父亲对于儿子有天然的责任, 这个责任是推卸不掉, 他不像老板, 也不像奴隶主, 因此这个像这样一种东西啊, 他是宗族亲情和父权是联合在一起的, 那么这些权利和义务表现为一种温情默默的, 父权和父责的统一体, 那么儒家认为君臣之间也如父子是一样的, 有这样的一种双向的关系, 这就是我们五世的时候被批判的很厉害的,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, 也就是说君要像一个君, 臣才能像一个臣, 大家知道这四个字, 前一个是主语, 后一个是谓语, 实际上是动词, 君君就是君要像君一样做, 办事, 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尽到君的责任, 那么臣也要像一个臣一样, 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, 也就是说你要尽父亲的责任, 做儿子你要像做儿子一样, 也就是说你要尊敬父亲,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, 就是父亲要爱护儿子, 儿子要尊敬父亲, 那么如果反过来, 你不尽责任, 你也就没有这个权利了, 所以君不君则成不成, 父不父则子不子, 我们以前经常讲君君臣臣, 父父子子, 那是很专制的, 我要说, 他这里头肯定谈不上平等, 不过从这句话来讲, 你的确很难说他是专制, 因为他讲的是双向的关系, 君不君臣就可以不成, 父不父子就可以不止, 你首先要尽责任的, 而且这个责任也就限制了你对, 就像我刚才讲的, 父亲对于儿子, 他和老板对于员工是不一样的, 虽然儿子需要尊敬父亲, 但是父亲也必须养育儿子, 你不能解雇他, 你不能把他卖掉, 他和你的关系是没法解除的, 父亲不能解除, 儿子也不能解除, 所以就有了这么样一些关系, 父子子孝, 兄梁弟弟, 什么等等等等, 那么从这种关系就可以推出什么, 名为贵, 世纪赤子, 君为亲, 什么文诸一夫咒语, 为文士其君, 就是我前面讲到, 所谓儒家的名本思想, 名贵君亲思想, 统治者如果不道德就可以推翻, 这个思想就叫做革命, 你不要以为革命是, 现代词, 革命是汉语中很早的一个词, 上书中就有这个词, 叫做汤武革命, 顺天英人, 我们大家知道陈汤, 他是夏的一个臣子, 后来他起兵伐夏, 建立了桑, 我们把它叫做桑汤, 周武王本来是尹商的臣子, 后来他起兵伐咒, 推翻了尹商, 建立了州, 这叫什么呢, 这就叫革命, 这个革命是顺天英人, 是代表了老百姓, 造统治者的反, 这就叫革命, 以后, 中国的统治者就不允许你讲革命了, 可是革命这个理论在原始儒家中, 是一直存在的, 董宗书以后就没有了, 你看董宗书以后就讲, 三纲了, 我这里要讲三纲不是儒家的东西, 是法家的东西, 那个时候没有这一套的, 那么后世的儒家由此就发出一套仁政学说, 说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, 要讲仁政的, 要讲性善论的, 可是这个帝王啊, 他往往和父子不一样, 因为父子是互相认识的, 而帝王和他们的臣民并不认识, 那怎么办呢, 于是就要有一些人对他宣讲道德, 这些人要成为帝王的老师, 如为帝王是交军行人证, 因此就教他们怎么样天听自我明听, 顺天应名等等, 但是这样的一套, 如果贯彻到底, 对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是很不利的, 那么西周末年到东周, 中国的社会进入了一个乱世, 这一套东西就逐渐发现行不通了, 首先呢, 儒家的这一套东西, 他容易得出一个观念, 就是所谓有德者治天下, 那么因此人家就可以指责你, 你无德, 所以我就推翻你, 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念, 这个观念呢, 老实说,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, 那统治者的位是很难做得住的, 大家知道, 儒家有一种观念, 选者居位, 因此儒家有一种, 他的理想就是三代, 大家知道, 儒家从来是分尸技术, 对现实不满的, 他们认为, 最好的时代就是三代, 而三代不是家天下, 三代是天下为公, 不传子的, 不传子传给谁呢? 传贤, 说三代啊, 统治者都是把他的位置, 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, 而是传给一个好人, 那么这种东西, 一直作为理想, 受到推崇, 可是这套东西, 如果当真的话, 就麻烦了, 那么清朝, 就有一些对皇帝不满的人, 发表过这种言论, 这个明末清初的吕刘良和曾经, 就写过这样一种君儒论, 说啊, 这个统治者, 本来都应该是圣人做的, 说春秋时代的皇帝, 应该孔子做, 战国时代的皇子, 该孟子做, 秦以后的皇帝, 该成诸做, 明末皇帝, 该吕子做, 这个吕子就是吕刘良, 当时的一个大辱, 京都被朝强占据去了, 君儒最会做皇帝, 思路上英雄, 他哪晓得做什么皇帝, 这是当时的一个大辱, 用当时的白话, 写的一段话,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异端之游了, 大家知道清初为什么会有文字欲啊, 就是由吕刘良案引起的, 吕刘良案为清朝的皇帝,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段话, 我们知道前几年, 中国大肆热播一个电视连续剧, 就是叫做雍正王朝, 这个雍正王朝里头, 就表现了文字欲, 这个雍正王朝完全是按照法家的观点拍的了, 就把这个雍正描写得很伟大, 至于这个文字欲, 他要整个人到底讲的什么话, 语焉不详, 雍正看了就暴跳起来的, 就是这一段话, 说这个皇帝不应该是世袭的, 应该是好人做的, 或者应该是圣人做的, 那么谁是圣人呢? 孔孟成诸是圣人, 可是孔孟成诸都没有做皇帝, 因此他们觉得愤愤不平, 那么这样的言论, 异端之有, 所以雍正一看了就大骂, 说这是狂怪丧心之论, 这一套理论是所谓的狂怪丧心之论, 皇帝就是我做的, 凭什么说善人才能做呢? 而且雍正说, 是不是善人还得由我来说了算, 我说你善, 你就善, 不善也善, 我说你不善, 你就不善, 善也不善, 这一套东西得由我来说, 你把它倒过来说, 只有善人才能做皇帝, 那不行, 我的逻辑是, 只有皇帝才能断言, 谁善谁不善, 那么从这个圣王理想中啊, 就产生出我刚才讲的, 荀子中的一段话, 这段话其实是古如一直有的, 荀子老实说是最后一个, 他保留了一些尾巴, 到了荀子以后就没人讲了, 从道不从君, 那么事后后世还有一些天真的士大夫, 他们不把自己仅仅看成是帝王的仆人, 而自以为他们有替天行道的责任, 他们说我不是忠于你这个皇帝的, 我们是忠于某种道德, 因此就特别喜欢给皇帝提意见, 就所谓的清流清义传统,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敢造反, 这个革命理论已经没有了, 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清义传统, 就是我虽然不敢造反, 不敢推翻你了, 但是我叫你死不行, 我自己始终可以吧, 这就是所谓的文史鉴强项令, 那个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, 说你如果不道德, 我就可以把你推翻了, 甚至可以把你杀了, 文诸一夫骤以为文士其君, 董宗书以后没人敢这么说, 而且绝大部分人也没人敢说, 我不听你的, 但是极少数人还是愿意说, 我虽然不能违背你, 但是我惹不起你, 我自己始终可以吧, 就是文史鉴强项令, 像海瑞, 像明末的东陵党那样的人, 可是这样的人, 老实说, 统治者很不高兴, 虽然这些人死了以后, 会得到表彰, 因为他很忠心, 大家知道海瑞死了以后, 明朝的皇帝非常表彰他, 但是海瑞活的时候, 活着的时候, 被整得很惨, 那么这样的人, 很不讨喜欢, 就像雍正, 就曾经大骂这些人, 在雍正王朝中, 就把这些人完全当作反面角色的, 说这些人是解己孤欲, 说这些人好像表现得很清高, 为自己博取名誉, 而不忠于君父, 那么这些人很糟糕, 这些人是所谓巧患, 这个巧患比贪官还要坏, 这就是雍正的思想, 那么这一套东西, 当然不利于家天下, 那么儒家, 他把天下理解为, 一个个小家庭的总和, 所以孟子曾经有过一个观点, 说理想的社会啊, 就应该是每个人都尊敬他的家长, 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和天下平, 每个人都尊敬自己的家长, 那么这个天下就安宁了,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, 就容易导致讲人情, 分亲疏, 形成小圈子, 和贝孝彤先生讲的差序格局, 这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, 显然是不利的, 我们知道, 反映这一点最极端的, 就是古儒的司法思想, 古儒司法思想有两个很突出的特征, 就是赞赏永引, 禁止告亲, 什么叫做永引呢? 那就是亲人之间互相包庇, 这被认为是一种高尚, 因为我们父子之间, 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,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做直贡, 然后他就讲了个故事, 说楚国有一个人, 他去告发他父亲, 说他父亲偷羊, 然后这个楚国的另引, 就是那个长官, 说你告父亲, 那很得了, 你不笑, 就把这个儿子给杀了, 然后鲁国有一个人, 打仗的时候老开小菜, 一上战场就当逃兵, 然后孔子问他, 你为什么开小菜, 他说, 我有老父, 我是独子, 我死了没有人养我老父, 所以我要尽孝, 我不能死在战场上, 于是孔子说, 哎呀, 你真是个大孝子, 道德非常高尚, 因此他建议这个国王要重重的, 要重用他, 那么因此儒家是赞赏永赢的, 就是说父亲犯了罪, 儿子去包庇他, 这个是可以的, 而禁止告亲, 就是父亲犯了罪, 你不能去检举他, 你检举他违背了父子这伦常, 那是个很严重的罪行, 而后世的法家正好相反, 他是禁止荣引, 鼓励告亲的, 是吧, 法家是鼓励儿子告父亲, 老婆告丈夫, 学生告老师, 是吧, 大家都互相检举, 互相告密, 互相打小报告, 递条子, 是吧, 等等等等, 这一套, 是吧, 那个在法家, 那都被理解为所谓大义灭亲的行为, 那么, 儒家从性善论和伦理中心主义出发, 传统儒家在用人上啊, 他就非常讲究什么呢, 我们大家知道, 传统上叫做百乐, 是吧, 所以, 人呢, 总是出于公心的, 道德很高尚, 那么我道德高尚, 我就可以推荐我看上的人, 他的道德肯定也是很高尚的, 是吧, 那么, 除了我推荐以外, 还有, 社会上你的乡里乡亲, 是吧, 对你也会有比较高的评价, 这就叫做德高望重, 是吧, 在乡里, 你也会有比较好的口碑, 那么, 统治者就派人到下面去调查, 啊, 发现这个人, 在地方上德高望重, 乡里, 对他都有不错的评价, 那么我就提拔你, 那么像这样的一套做法, 它非常讲究, 德望人员, 可是这样一来, 就造成了一些小圈子, 这套小圈子一旦发展起来, 就会出现拉帮结派, 形成一个一个的门法, 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土为子, 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, 是吧, 我们今天讲的那句话, 那么这么一来, 不利于皇权, 不利于大一统的国家, 这就不办, 不好办了, 现代的法治, 民主, 平等, 这个社会, 好像跟这一套是有距离的,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现代这一套, 其实早在秦始皇那个时代, 跟这一套就有很大的距离, 因为我前面已经讲过, 如果按照这些原则, 那秦始皇就不能当秦始皇, 你只能当周天子, 是吧, 人家把你当作父亲供者, 尊者, 但是你是不能任免人家的, 你也不能跟人家下命令, 你跟人家只能保持一种亲情, 所以周天子虽然很尊, 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人力, 物力的控制能力, 非常之有限, 周天子就不能像秦始皇那样, 在全国范围内, 集中人力物力, 搞那么多的重点工程, 大家知道, 秦当时只有两千万人口, 可是他动不动, 就可以招七十万人来修历山墓, 招七十万人来修厄房工, 招几十万人去修长城, 招几十万人去续吾岭, 是吧, 这些事情秦始皇能干, 周天子干不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是吧, 每个人都尊重于他们自己的小领主, 他们自己的小主人, 至于这个小主人, 又忠于他自己的主人, 主人又尊重他的主人, 这中间的间隔太多了, 是吧, 大家知道封建制, 这里我要讲, 古汉语中的封建制, 和西方意义上的非得利人, 都不是讲中央敌权的, 恰恰相反, 封建制在他的直接意义上, 是反对中央集权的, 封建制就是领主制, 讲的就是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我的主人的主人, 不是我的主人, 我的附庸的附庸, 也不是我的附庸, 在这种情况下, 是没有中央集权可言的, 那么这一套做法, 不是现代民主制度, 但是同时, 也不是秦始皇搞的那一套, 中央集权官僚制度, 那么这一套东西的建立, 就需要一种新的思想, 新的观念, 以及新思想, 新观念, 带来的新制度, 这里我要讲, 这个所谓新, 是在秦的这个背景下讲新, 今天恐怕他就是旧了, 那么法家思想, 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, 转向大一统帝国的, 历史转折中形成, 我前面讲了, 西州, 虽然有天子, 但是他只是一个, 伦理上的家长, 他并没有一套, 行政权力机构, 可以说, 国民都是族人, 是吧, 等于相当于家族的族人, 可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, 当时就要求, 打破这个族群纽带, 皇权可以一杆子插到底, 直接通过户口编制的形式, 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, 全国的人民, 都变成国家控制的, 编户齐民, 这是秦以后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, 所谓编户, 就是按照户口编制, 每一个人都被管制起来, 所谓齐民, 就是每一个人, 在朝廷的管辖下, 他们都是一样的, 他们没有领主, 和附庸的区别, 或者也可以说, 全国只有一个领主, 那就是皇帝, 其他的人都是奴才, 所以就成了齐民, 那么这就意味着, 天子与诸侯之间的那种, 伦理关系, 变成了皇帝与成疗之间的, 科尘关系, 也就是说, 天子和诸侯原来相当于父子, 我要尊敬你, 但是你也得, 保障我, 我不是你的雇员, 你不能想用我就用我, 想不用我就把我免掉, 开除, 那是不行的, 那么到了秦帝国, 这就变成皇帝与成疗之间的科尘关系了, 就是你与我就是上下级, 我想用你就用你, 不想用你就不用你, 我可以杀了你, 可以废了你, 当然我也可以越级提拔, 不依倾向, 这个现象在西州是不可能产生的, 皇帝只要看上了, 我可以把你从引车迈疆之流, 一下子提拔为很大的罐, 这由我说了算, 但是我只要不高兴, 我可以把你, 就像李斯, 韩非, 大家都知道, 那都是始于非命的, 因此我们可以说, 如法之别,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, 就是中法制度下, 那个父父子子, 和反中法的编户齐民, 这两种制度在观念上的区别, 在中法制度下, 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分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, 天子虽然名义上, 是一个总家长, 但是毕竟我的附庸的附庸, 不是我的附庸, 是吧, 你管不了臣民, 同时, 即使对于你直接的那些附庸, 你对他也有太多的责任, 是吧, 就像父子一样, 你不能任免儿子, 那么法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, 像这种中法政治, 我把它叫做, 这是我的话了, 我把它叫做长者政治, 就统治者, 就像长者一样, 他是你的父亲, 你要尊重他, 但是他也要对你尽责任, 他要保护你, 他不能免掉你, 就像父亲不能不认儿子一样, 但是这样, 法家改革就不能容忍这种做法, 他要把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, 是吧, 我厉害, 你就得听我的, 是吧,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, 我要对你尽什么责任, 我不能开除你, 我不能杀你, 鬼话, 是吧, 我想杀就杀了, 是吧, 这个是由我来说了算的, 是吧, 长者政治要变成强者政治, 那么因此法家思想的第一步, 就是极端的反中法, 我们今天讲, 是吧, 说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, 就是很强调家庭观念, 可是这个话, 讲传统儒家是可以这样讲, 讲清代, 讲清代, 老百姓中都是大家族呢, 不是的, 是吧, 我们知道春秋以前是大家族, 明清以后, 大家族又开始形成, 但是在这中间的这一个时期, 从战国一直到宋元, 老师说, 只有在最高的贵族阶层中, 实行大家族制度, 一般的老百姓中是没有, 什么原因呢, 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, 也有当时体制上的原因, 法家体制, 它是极端的反宗族的, 是吧, 我们知道从商鞅变法开始, 秦朝就实行了, 强制分家, 强制瓦解大家庭的制度, 民有二男不分一者被其父, 父子兄弟同时共习者为敬, 一个大家庭, 有两个儿子你必须分家, 我们看到后世有标榜, 四世同堂, 八世同堂, 九世同堂, 都不分家, 巨族千人, 是吧, 这样的一门之家, 儒家经常标榜, 但是大家知道, 法家是非常仇恨这种东西, 是吧, 认为这样一来那还了得, 那如果这样, 那他们都听他家长的, 谁来听我的, 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, 我们的浙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门之家, 从南宋到明初一直没有分家, 就是浦江镇市, 九世同堂, 巨族千人, 朱元璋掌权以后, 地方官向他报告, 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德典范, 你看他们一家非常和睦, 从来不吵架, 九世不分家, 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人了, 朱元璋一听就大怒, 说他聚重, 他聚了那么多人, 想干什么, 是不是要造反了, 马上就把这个姓郑的家长抓来, 要杀他, 后来很多人说了好话, 这个人才得免一死, 但是从此这个皇帝对这个姓郑的是非常之反感, 商鞅时期, 他就是主张这个, 第一要解构大家庭, 民有二男不分义者被欺负, 有两个儿子你不分家, 不分家, 就把你的人头税增加, 每个人的负担增加一倍, 一定要你分家, 被欺负是经济惩罚, 后来干脆来行政惩罚, 父子兄弟同时供习者为敬, 你两兄弟都成了家, 但是不分家不行, 强令禁止, 那么好了, 分了家了, 仍然会有家族的联系, 我们知道现在农村往往都是分了家, 但是同性他还是有池塘, 还是有家族, 怎么办呢? 发交改革的另外一项, 就是不得足居, 我们要通过移民, 通过迁徙, 通过国家的编制, 人为的把这些人拆散, 不得足居, 尤其是那些有势力的家族, 当然如果你是乞丐, 你足居倒也无所谓, 但是我们知道乞丐一般也不足居, 如果你是地方上的大土豪, 那就不行, 我一定要通过种种手段, 把你流放, 把你迁徙, 一定要拆散, 不得足居, 第二, 鼓励告亲, 禁止容颖, 我们知道情侣在这方面的规定, 是非常之有趣的, 他鼓励妻子告发丈夫, 鼓励丈夫告发妻子, 而且有很多奖励, 大家知道情侣非常残酷, 一犯罪要杀头, 杀头之前首先就是要抄家莫产, 可是情侣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, 他规定啊, 如果你互相告发, 那么你的那一部分财产可以保留, 如果老婆告发老公, 那么老婆的财产可以保留, 不被抄家, 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, 奖励更大, 这里头还是有, 你们可以看到, 还是有男尊女卑, 男人还是占有一点便宜的, 丈夫如果告发妻子, 不但丈夫的财产可以保留, 妻子的财产也可以用来奖赏他, 那么这么一种观念, 有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, 如果按照这种观念, 似乎法家是非常个人主义的, 在一个家庭内, 丈夫有丈夫的财产, 妻子有妻子的财产, 父亲有父亲的财产, 儿子有儿子的财产, 这不是非常个人主义吗? 哎, 法家鼓吹的就是这个东西, 所以有人说, 法家的思想非常现代化, 我们都知道, 现代社会好像很个人主义, 有人说现代西方, 那些人都六亲不认, 儿子到父亲家吃饭, 还要掏钱的, 那么这套东西现在传到, 现在传到中国, 现在就实行起什么, 婚前财产公正, 首先在结婚以前, 我们把两口子的财产, 要分得清清楚楚, 你的就是你的, 我的就是我的, 不能互相不分, 那么不管好的坏的, 人家都说, 这是西方的这一套, 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, 我们法家就是这种观念, 这个法家的法律中, 不仅说丈夫和妻子的财产, 是互相独立的, 甚至说父亲和儿子的财产, 也是互相独立的, 你看看情侣, 里头就有父到子, 应该怎么样, 子到父应该怎么样, 甲父到甲子, 应该怎么样, 儿子偷了父亲的东西, 应该怎么办, 父亲偷了儿子的东西, 应该怎么办, 义父偷了义子的东西, 又应该怎么办, 甚至还有一段话, 叫做奴婢盗主之父母, 不为盗主, 大家知道情侣对奴隶偷主人的东西, 惩罚是很厉害的, 但是奴隶如果偷了主人父母的东西, 怎么办呢, 情侣中专门有一条规定, 很有意思, 说这也是要惩罚的, 但是这个惩罚不能等于偷了主人的东西, 为什么呢, 奴婢盗主之父母, 不为盗主, 你偷了主人的父母的东西, 不是偷了主人的东西, 说的简单一点, 就是父母的财产不是你的财产, 你的财产不是父母的财产, 老婆的财产也不是老公的财产, 就个人主义到这种程度, 所以汉儒曾经这么批评, 秦代的民风, 说在法家的治理下, 人人都只知道皇帝, 不知道父亲, 都是一个个, 都是爹亲娘亲, 不如皇帝亲, 那么到了那种地步, 借父幽居, 律有得色, 母娶鸡走, 利儿翠鱼, 报复其子, 与功并聚, 父姑不相悦, 则反臣相机, 说儿子到父亲家里, 借一把, 儿子借了父亲一把锄头, 父亲的脸色, 马上就拉下来, 很难看, 不想借, 母亲到儿子家借个条鼠, 儿子一家就骂骂咧咧咧, 说媳妇生了男孩, 就得意洋洋, 不把公公放在眼里, 婆媳一语不和就, 反臣相机, 这个成语一直留到现在, 反臣相机, 就是在这一句话中出现的, 你看, 这的确是个人主义的很厉害, 这样的民风, 简直比据说儿子到父亲家里, 吃顿饭还要付钱的, 现代西方还要个人主义了, 可是我们要讲, 这种个人主义, 与我们近代宣传的那种, 弘扬个人权利的那种个人主义, 强调个性解放的那种个性个人主义, 是完全不一样的, 这种个人主义, 他强调的不是你真正的个人有什么自由, 而是强调皇帝要一杆子插到底, 你只能听皇帝的, 不能听父亲的, 在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, 文革期间我们不是很宣传法家吗, 文革期间的一句话, 我觉得就是非常典型的法家, 那就是, 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, 我们那个时候, 都把这个话当作一句歌来唱的, 就是这是, 我把统治者来当母, 比母亲, 母亲其实不怎么样, 统治者比母亲要亲, 那当时我们宣传的就是这一套, 这一套就是, 老实说, 法家就是那一套逻辑, 那个家好, 主好, 不如权势好, 爹亲娘亲, 不如皇上亲, 是吧, 这一套便于皇权, 一杆子插到底, 对社会进行一种直接的控制, 因此秦的这个控制能力, 的确是非常之厉害, 那么你要推行这一套, 那个与人为善, 是吧, 一家里头, 在家庭亲情基础上产生的儒家的性善论, 就行不通了, 这个儒家的性善论呢, 老实说, 现在的很多哲学家在那里从哲学的层面讲, 性善和性恶如何如何, 我觉得, 这都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, 其实儒家的性善论, 我觉得它的现实基础非常简单, 正是因为儒家是强调亲情的, 儒家的性善论, 说的简单点, 就是在一个小共同体中, 血缘亲情导致的与人为善, 是吧, 这个我觉得, 人都是这样, 西方人也一样, 甚至野兽都一样, 是吧, 虎毒不食指嘛, 但是, 儒家讲的, 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法家就很害怕这一点, 是吧, 说, 你都听家长的, 谁来听我的呢, 大家知道, 我前面讲到过的那两个例子, 都是韩非提出来, 大家批判的,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偷了羊, 儿子告发父亲, 然后这个当官员认为儿子不孝, 就把这个儿子给惩治了,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孔子讲的, 鲁人从军战, 三战三北, 总理以为孝, 是吧, 说是这个, 呃, 有一个, 鲁国有一个人, 一打仗就当逃兵, 是吧, 那么孔子认为他是个大孝子, 那么, 韩非就说, 如果这样还了得, 这样的话, 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, 如果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这个国家不是要崩溃了吗, 西州那是可以啊, 因为西州, 周天子只是个名义的家长, 周天子是搞不成长城的, 也修不成什么李山墓的, 是吧,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到个死皇陵, 是吧, 谁看到过周陵啊, 周天子那要比秦始皇寒酸的多了, 那么因此法家针对儒家讲的, 仁各亲其亲长其长的说法, 提出一个观点, 叫做亲亲则别, 爱思则显, 民众以别显为物, 则明乱, 说这个亲情是要不得的, 那么因此, 我们也就要否定性善论, 主张性恶论, 这里我要讲啊, 以前讲文化的人啊, 经常说, 中国人是主张性善论的, 西方人是主张性恶论的, 可是老实说, 大家如果看看韩非子, 就会知道, 韩非子才是真正的性恶论者, 我们讲西方性恶论指的是什么呢, 指的是西方人往往讲, 难免要自立的, 可是大家知道, 西方人这样讲的时候, 第一, 他们讲的人要自立, 通常指的是陌生人之间, 是这样, 西方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, 儿子会把父亲当做竞争对象, 老公会把老婆当做竞争对象, 儿子对于父亲也是自立的, 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自立的, 西方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讲, 第一, 他们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, 第二, 他们讲的人性自立, 只是说人难免要自立, 这是没有办法的, 我们不能把一套制度设计, 安排在人与人之间, 都像亲人一样, 这样一个假设上, 这个假设是靠不住的, 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人, 都那么高尚, 我们必须假定这些人是自私, 在这个基础上来设置我们的制度, 他并没有说, 人应该是自私的, 他更没有说, 如果人不自私, 我也要把他变得自私起来, 这才好, 他并没有这样说, 大家知道我们讲西方的性恶论, 最常讲的就是霍布斯的一句话, 叫做人对于人是狼, 这个话听起来很毛骨松然, 他讲人与人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, 可是你要看看霍布斯的著作, 你就会知道, 霍布斯第一, 他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, 第二, 他讲的人对于人是狼, 是说, 现实就是如此, 你没有办法, 所以你只能设计一套制度, 来制约这种人的性恶, 是吧, 所以你要有权力制衡, 这没有办法, 但是霍布斯从来没有讲, 人对于人如果不是狼, 我也要把他变成狼, 是吧, 他从来没这样讲, 可是如果你们读读韩非子, 你们就会知道, 在这两个层次上, 韩非子都远远超过了霍布斯, 第一, 韩非子认为, 任何人对于任何人都是狼, 连夫妻, 父子都这样, 是吧, 韩非子说, 谁都不可信, 老婆也要算计你, 儿子也要算计你, 关于这一点呢, 我要说, 韩非子的确是说了个大实话, 在传统的中国宫廷中, 的确是, 老婆, 儿子, 父亲, 互相勾心斗角, 兄弟洗墙流血宫廷, 是吧, 儿子杀父亲, 是吧, 这种这种, 母亲杀儿子, 是吧, 像这种事情, 可以说比比皆是, 兄弟之间手足相残, 那更是司空见惯, 是吧, 统治者之间的确是这样, 是吧, 所以你要说中国的儒家, 中国的儒家, 那一套规则, 首先就管不了皇帝, 他们家庭, 是吧, 你看那个皇帝, 哪怕就是像雍正王朝这样的歌颂皇帝的电视片, 他描写的皇家之间的关系, 是什么样的, 是夫妇指指吗, 是兄弟如手足吗, 是吧, 那么韩非子, 他就认为, 谁都不可信, 啊, 夫对于妻是狼, 夫对于子是狼, 是吧, 这句话, 我想, 霍布斯也没说过, 那么, 夫以妻之近, 及子之亲, 而由不可信, 则其余无可信则已, 你不要相信人, 任何人都是居心妥策的, 包括老婆孩子在内, 既然连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可信, 那么一般人之间的人意中心, 就更不足事了, 唯一可信的是什么呢, 权力才是可信的, 我们讲, 法家, 他强调的就是三个东西, 一个是法, 一个是术, 一个是事, 大家知道, 在韩非之前, 这三种学问, 分别是由三个人讲的, 是吧, 一般我们讲, 讲法的最早是商鞅, 讲术的最早是资产, 讲氏的最早是圣道, 但是韩非把这三者结合起来, 他认为法、术、氏应该三位一体, 因此我们说, 他是法家的极大臣, 他的这一套应该说, 对秦有很深刻的影响, 我们这里要讲一下, 简单的学术史, 是吧, 这个法家, 他有两个源头, 一个源头, 就是那个春秋战国时期, 具体承担治国责任的一些行政官僚, 是吧, 比如春秋时代的管仲, 比如秦代的商鞅, 那么这些人, 在具体的治国过程中, 掌握了一套, 人均难免之术, 是吧, 就是, 就是说的简单一点, 就是宫廷全谋, 就是那些, 怎么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东西, 是吧, 怎么搞那种分化瓦解, 怎么搞那种, 就是怎么在宫廷中搞那一套,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, 叫做玩政治, 是吧, 玩政治那一套, 玩出道理来了, 那就是法家的一个源头, 第二个源头, 就是儒家思想, 礼崩乐坏, 没有办法维持了以后, 是吧, 一些人采取的顺应现实的一些做法, 这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寻止, 我们知道寻止和孔梦最大的不同点, 就是孔梦是金不如锡的, 说现在已经不行了, 礼崩乐坏, 不如以前, 三代是最好的, 那么寻止就比孔梦要现实的多, 提出发厚王, 说我们要向现代的统治者学习, 不要动不动就讲周公了, 周公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, 那么他就比较现实, 那么他比较现实, 又比较有学问, 所以他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, 就比较容易得到像统治者的青睐, 那么寻止的两个最有名的学生, 一个是李斯, 一个就是韩非, 那么李斯当了宰相, 在秦始皇那里当了宰相, 然后就治国很有成效, 他是法家, 那么因此秦始皇也就, 当时不叫秦始皇了, 秦王嬴政, 就对法家也有了好感, 于是听说韩非是个大法家, 就出兵攻打韩国, 要求把这个韩非交出来, 韩非到了那里, 把这个写成书, 哎呀, 结果秦始皇看了, 大家赞赏, 说简直了不得, 这个人把什么都看得那么透, 简直是看了这本书, 简直就懂得搞政治是怎么回事了, 哎呀, 那简直是看得太透了, 但是后来按照历史书的说法, 是李氏就很嫉妒了, 李氏说, 哎呦, 这个秦始皇现在整天跟韩非泡在一起, 把我冷落了, 那我就要失事了, 于是李氏就禁残言, 说这个韩非啊, 其实有祸心怎么怎么怎么, 于是这个秦始皇就大怒, 把韩非杀了, 不是, 就是刺死, 就是让韩非在监狱里头自杀, 其实啊, 照我看啊, 老实说秦始皇要杀韩非, 不是由于什么李氏禁残言, 而是因为韩非讲的那一套东西, 我想, 我想, 我这里建议大家不妨直接看一下韩非子的原文, 韩非子的那个原文啊, 看了以后啊, 的确是死人, 大彻大物之余, 要出一身冷汗, 这样的人还得了吗, 这样的人什么都知道, 首先, 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把我也给算计了呢, 这是第一, 第二, 如果这样的人跑到别的国王手下去当谋, 他会不会把我们秦国也给算计了呢, 所以这样的人, 他知道的太多, 他太过聪明, 这样的人很可怕, 他的学问很可爱, 因为我学到了这一套, 除非他自己当了皇上, 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他就要努力当掌握最大的权力, 因为这样的人在这种体制下, 他往往也有不安全感, 所以他有时候他要那么烂权, 原因倒也不是他的良心多么糟糕, 而是他如果没有大的权力, 他也不安全, 是吧,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, 唯一可信的就是权力,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, 没有权力, 连老婆孩子都会算计, 是吧, 都不可靠, 那么因此, 法家的政治哲学, 这是韩非的话了, 这也是我们近代有一些人, 很看重法家的原因, 说法家是进化论者, 是吧, 法家的确是进化论者, 是吧, 法家是强调竞争的, 他们认为人间呢, 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士的权力竞争场, 是吧, 按照韩非的话, 上古禁于道德, 忠是足于智谋, 当今争于气力, 所谓气力是什么, 气力就是权力, 强制别人的能力, 是吧,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说, 上世亲亲而爱思, 是吧, 说远古的人, 他们的确像儒家讲的那样, 人各亲其亲, 长其长, 是吧, 父子之间, 是吧, 关系非常好, 这里我要讲了, 是吧, 这个爱思, 在法家的用语中, 其实不是指爱自己, 而是指爱什么呢, 爱你的亲人, 熟人, 是吧, 指的是一种小共同体, 是吧, 这个, 我们知道这个, 韩非有一句话嘛, 说关东六国都不行, 说那些人呢, 是勇于私斗, 确于攻占, 什么叫做勇于私斗呢, 就是说那些人, 经常是, 为了朋友, 为了亲人, 为了自己的直截的主人, 敢于两肋插刀, 是吧, 就是大家如果看看那个, 先秦的那些文学, 经常赞赏一种人, 这种人是什么呢, 刺客, 侠客, 是吧, 这个侠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, 谁对我好, 我就可以以死相报, 那么这种做法, 在儒家看来, 那是很高尚的, 可是在法家看来, 那很糟糕, 是吧, 那么这么一来, 你就勇于私斗, 确于攻占, 你往往为了你亲近的人, 可以与皇帝对抗, 是吧, 大家知道这些刺客, 都是干了些什么事呢, 是吧, 我们知道这几个主要的刺客, 是吧, 什么聂政, 什么侠内, 什么专注, 荆轲, 这些人都是有一个人, 对他很好, 那么视为知己者使, 是吧, 这个人对我好得不得了, 所以我要舍死相报, 于是就去行事, 行事什么呢, 基本上都是行事, 现在的当政者, 吴王辽, 专注刺吴王辽, 侠内是韩国的, 相国, 是吧, 聂政, 是韩国的宰相, 荆轲当然就更不用说了, 就是刺秦王, 是吧, 那么在法家看来, 这就叫做, 勇于私斗, 却于公战, 公, 就是国王, 私, 就是自己的, 比较亲近的人, 或者说对自己, 就是自己的那个小圈子, 是吧, 他讲的这个爱私斗, 不是为自己, 是吧, 不是说我为自己赚钱, 而怎么样, 是吧, 而是说我为了, 我的那个小圈子, 是吧, 所以这个韩非说, 丧事亲亲而爱私, 所谓爱私在这里, 不是爱自己, 而是爱自己的亲人, 爱自己的恩人, 是吧, 就像那个, 我刚才讲的那些人一样, 像那个荆轲呀, 荆轲啊, 聂政啊, 专珠啊, 这样的人, 在儒家看来, 那是道德典范, 什么八北壮士, 为了连横, 为了填横而自杀呀, 是吧, 等等, 在儒家看来, 那是道德的典范, 在儒家看来, 那都是非常可怕的, 是吧, 所以儒家说, 上是亲亲而爱私, 终是上贤而说人, 下是贵贵而尊官, 说以前的人, 都认为父亲最好, 今天的人, 只知道当官的好, 是吧, 上是, 是, 那个亲人之间的关系, 是最主要的, 今天的人, 是权力的关系, 是最主要的, 是吧, 谁有权力, 我听谁的, 以前, 是谁最爱我, 谁最亲我, 我听谁的, 那么, 他们强调的, 就是一种, 非常强烈的竞争, 是吧, 因此啊, 从这里头,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, 君王安排立志, 首先考虑的, 不是要怎么顺天应鸣, 实行什么行政正义, 而是要保证, 权力在我手里, 要居重欲擒, 强干弱智, 防止全城窃柄, 军位架空, 自使法术式施令, 而危机家天下, 那么因此, 由性恶论, 权力中心主义, 而导出来的行政安全之上, 就成了立志的一个, 首要的原则, 我们前面讲了, 就是这个法家, 他既然强调这个, 权力是主要的, 权力的安全是重要的, 所以他当然就认为, 对于臣下, 最重要的就是中顺, 至于清廉不清廉, 能清廉最好, 但是不清廉, 你只要中顺也可以, 这个法家, 按照法家的观点, 那个清廉而百价值, 闹独立心的, 这种人是最糟糕的, 像海瑞那样的人是最糟糕的, 所以他认为, 我也不要求你清廉, 你中顺最好, 而且你这个中顺必须是无条件的, 这和儒家不一样, 是吧, 儒家说, 你对我好, 我就对你好, 是吧, 视为至极则死, 君贤, 成才能忠, 如果你对我不好, 我就要造反了, 是吧, 那个法家是绝对不能允许, 是吧, 法家说, 你必须无条件忠于我, 我怎么虐待你, 你都要忠于我, 所以那个雍正皇上啊, 他最强调这一点, 所以有人给他上咒, 这个上咒啊, 老师说是, 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拍马屁的, 其中有一句, 后面有一句话是, 君恩深重, 娟爱难报, 说皇恩浩荡啊, 我们报答都报答不过来, 这句话本来是一句好话, 但是雍正皇帝一看就恼火了, 他说哦, 原来你忠于我, 是要我对你有恩, 你才忠于我啊, 他就大骂了一句, 说这但尽承杰所当为, 何愣君恩之后保, 说我对你没恩, 你怎么办, 你也要忠于我, 我杀了你传家, 你还得忠于我, 这样才行, 你不能要求我对你有恩, 你必须无条件忠于我, 但是他虽然这样要求, 不过我们也讲了, 法家把什么都看透了, 他要求你忠于他, 但是他也知道, 你是不可信, 信不过的, 作为性恶论者, 法家实际上也并不相信, 君臣关系中有什么信仰, 忠诚可言, 既然老婆孩子都不可信, 所以如果说儒家, 他强调的是, 统治者要靠人民的热爱, 人民的忠心, 来维持自己的统治, 而且要赢得人民的这种爱戴, 那么法家, 他首先就是假设, 我是不能得到你的爱戴的, 你没有什么理由来爱我, 人臣之于其君, 非有骨肉之亲也, 辅于事而不得不事也, 这是韩非讲的大实话, 说这些臣子, 为什么要听你的呢, 他和你没有骨肉之亲, 他就是害怕你的权势啊, 说的简单一点, 这句话就说的更可怕了, 臣之所以不是其君者, 党羽不聚也, 说这些臣下之所以不反抗你, 甚至不造反, 不杀了你, 是因为党羽不聚也, 他们没有能够拉帮结派, 形成自己的势力, 那么韩非还有一个举例, 他说你看现在的这个长工, 很卖力地跟主人干活, 为什么呢, 不是因为他们爱主人, 而是因为这个主人, 好像是实行寄贱工资制度的, 他说因为活干得多, 可以多挣到钱, 他说同样, 臣之所以能为君用, 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富贵, 从你那里得到富贵, 而臣之所以不造反, 说的简单一点, 就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杀他的头, 是吧, 所以这个法家治国特别强调两点, 就是杀罚, 是吧, 你听我的重赏, 你不听我的重罚, 他们第一, 他们希望你重, 至于你清廉不清廉, 无所谓, 第二, 他们也知道, 虽然希望你重, 但是不敢把这个作为前提, 希望你重, 但是不相信你重, 那么不相信你重, 可以操作的就是赏法, 那么这么一来, 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人呢, 最害怕的就是, 既不屠富贵, 也不怕杀头的那些, 我们知道儒家经常强调道德, 因此后世的儒家有一个说法, 就是于谦讲的, 明代的于谦, 那个皇帝问他, 天下怎么能治理好, 于谦讲了一句话, 只要文官不爱钱, 武官不怕死, 天下何仇不治, 只要官僚, 只要不爱钱, 不怕死, 那天下就可以治得好, 可这句话, 老实说, 历代的统治者, 没有几个人相信, 历代的统治者, 真正相信的, 恰恰相反, 一个人如果竟然不屠富贵, 又不怕杀头, 那他在君主眼里, 就有造反的嫌疑, 儒家傻乎乎的提倡, 那种不贪财, 不怕死的海瑞那样的人, 还是少点好, 当然这句话, 很少有人讲得出来, 韩非就讲出来了, 所以我们毛主席, 要批判海瑞罢官, 我觉得和韩非的思想, 的确是一拍即合, 那么韩非就明确讲, 说这个清官很讨厌, 若此成者, 不畏种猪, 你杀头他不怕, 不利种赏, 你给他富贵, 他不要, 不可以罚敬也, 不可以赏死也, 此为之无义之臣也, 无所扫而去也, 说这样的人还了得吗, 我怎么能管得了他, 我罚他也不怕, 我罚他也不出我赏, 他整天傻乎乎的说, 我要捐持真理, 所以啊, 海瑞士的清官, 在儒家看来是立志的典范, 在法家看来, 那就是矮, 没有海瑞, 那是理想的立志, 有那么一两个是无义之臣, 如果有更多, 那就很危险, 于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, 往往有这样的现象, 说这个臣子啊, 你要表现得比较腐败, 君主才放心, 是吧, 觉得你啊, 第一, 你胸无大字, 你不会来躲我的拳, 第二, 你即使胸有大字, 你有尾巴给我捏着, 是吧, 你有辫子抓在我手里, 你要不听话, 我就可以把这个抖出来, 是吧, 你就完蛋了, 如果你听话, 当然你贪污腐败一点, 也无所谓, 是吧, 因为我也知道, 所有的人都是, 就连老婆孩子都是自私的嘛, 所以我也对你, 也不这样要求, 但是, 你有点把柄在我手里, 是吧, 那更好, 所以历史上就经常有这种现象, 就这个臣子啊, 他要故作腐败状, 以使君主放心, 那么有时候君主他, 故意鼓励臣子, 说你们不要太有野心, 是吧, 玩政治很危险, 是吧, 你们就多图点钱财吧, 这个, 你们多吃喝嫖赌, 这是没关系的, 是吧, 但是你们不要想入非非, 是吧, 在这个什么, 治国平天下上有太大的那个妄想, 是吧, 刘邦, 他的一个大臣就是萧和他的宰相, 是吧, 那个历史上记载说, 刘邦带兵在前线打仗, 萧和在后方给他治理国家, 治理得很好, 是吧, 他本人也很清廉, 于是很多老百姓在那里歌颂, 说小丞相真好啊, 刘邦听了就很不高兴, 那么, 萧和后来知道, 老百姓对他有很多好感, 他自己马上就害怕了, 说如果是这样, 那祖上肯定会有疑心, 是吧, 于是他马上就变得很, 就是, 骑男霸女, 抢人田产, 搞了很多坏事, 是吧, 据说这个坏事不是他自己想干的, 而是他如果不这样干, 他这个是, 他就恐怕, 他就恐怕做不好, 这个位置就恐怕就会糟糕, 是吧, 然后后来很多老百姓就向刘邦告状了, 说哎呀, 这个萧丞相很腐败啊, 你看, 他抢了我的土地, 他霸占了我的什么什么, 刘邦一听说, 哎, 这个萧和这小子还可以啊, 他除了替我管家以外, 是吧, 没有太大的那种雄心装置, 而且他也, 他这样干的话, 他也就行不起他自己的声望了, 是吧, 他也就没有什么资本和我分庭抗礼了, 是吧, 还不错, 是吧, 像这样的事情呢, 在历史上很多, 那么我们知道, 新恶论就会导致一个假设, 就是制衡, 我们大家知道, 西方的这一套什么宪政民主法治这一套东西, 实际上也是从新恶论中推出来的, 就是, 既然人难免要有自立之心, 所以我们不敢指望统治者就是非常高尚的, 我们一定要强调权力制衡, 三权分立, 每一个人都要有人看着, 你不能胡来, 是吧, 这个议会要看着政府, 是吧, 这个法院要看着所有的人, 是吧, 然后所有的人又要看着, 你们的议员, 反正是每一个人都要看着, 要有一个制衡, 那么法家的性恶论, 他也要讲制衡, 可是法家的这个制衡和近代的民主制度的制衡,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, 就是这个制衡, 是我来制衡别人, 别人不能制衡我, 是吧, 君主治国的最重要, 我前面不是讲了吗, 法术是, 这个术中最重要的一点, 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互相猜疑, 互相钳制, 互相制约, 然后我在上面操控这一切, 那个大家如果看过1971年, 那个林彪叛逃以后, 被宣传的那个, 武器要攻城地要, 里面就有一句话, 说我们的这个领袖啊, 他就整天是这样, 就用甲来打乙, 用乙来打饼, 用饼来打钉, 用钉来打, 然后又循环过去打甲, 是吧, 然后就所有的人都互相勾心斗角, 是吧, 这样他会, 他就可以在上面操控一切了, 是吧, 这个应该说, 也是很典型的法家思想, 因此后来的黄中熙就讲了, 是吧, 说儒家强调的是, 用人不疑, 疑人不用, 但是法家是不相信的, 是吧, 那么法家的, 在行政上啊, 就是用一人焉, 则宜其自私, 而又用一人以自其私, 行一事焉, 则律其可欺, 而又涉一事以防其其, 特别强调制衡, 所以啊, 我们知道八九年那个事情出来以后, 到了九零年, 就有几位学者说, 说这个, 这个, 现在近代的这一套民主制度啊, 是很糟糕的, 是吧, 像我们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, 叫做何欣, 他就写了几篇文章说, 说这个, 其实啊, 这个, 他们这一套既不好, 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, 说中国早就有了, 说权力制衡算什么呀, 是吧, 西方三权分立, 说我们中国以前的那个皇帝, 早就三十权分立, 他都发明出来了, 何况三权分立呢, 这个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, 是吧, 这个权力制衡啊, 我们这个传统的皇上非常强调, 当然, 西方的权力制衡, 是为了遵民权, 是吧, 防止统治者侵犯人民的这个权益, 可是法家的权力制衡, 是为了遵君权, 是吧, 防止这些下面的人, 有过大的权力来, 来把我架空了, 来抢了我的权力, 所以虽然都是权力制衡, 这两种权力制衡, 是非常不一样的, 那么法家, 他为了确保皇权安全, 实行分权制衡, 这种分权制衡, 往往比近代民主制度下, 为了保护民权的分权制衡, 还要复杂得多, 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机器, 为什么越搞越多, 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, 食阳酒木, 震出桌门, 互相侧肘, 严重影响行政效率, 但是有一点, 你没有一个人, 能够对我形成威胁, 那么法家的第三个, 这个我刚才讲的是他的俗了, 那么法家讲的法, 那就是他既然不相信道德, 也不相信性善, 而且也反对, 亲其亲, 长其长, 那么他就要用法治上的普遍主义, 来取代理智上的特殊主义, 他的说法是, 不知亲疏远近, 贵贱美恶, 一以法度律, 那么这句话听起来, 好像也很不错, 是吧, 这是法治嘛, 不讲人情嘛, 可是我们大家知道, 这种法治, 与我们今天讲的, 普遍主义与平等原则, 不是一回事, 他讲的是, 所有的人, 都是皇上的奴才, 在皇上的权势面前, 人人平等, 而绝不是指, 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人权, 比如说西方讲的, 所谓普遍主义, 就是说统治者和老百姓, 都应该是一样的, 是吧, 可是那个, 这个法家讲的, 这个平等, 实际上是说, 你们都得听我的话, 在这一点上, 是平等的, 比如说你们不能听爹的, 爹也好, 你也好, 都得听我的, 这就是所谓的平等, 那么这样, 他就强调垄断, 因此, 法家强调的, 那个平等啊, 看起来就很矛盾, 一方面你可以说, 法家很强调个人主义, 是吧, 我前面已经讲了, 法家在财产上, 甚至是强调个体财产, 不允许有家族的财产, 这个这个啊, 父子夫妻各有其产, 那种独庙公产, 是吧, 那种小集体的财产, 他是不许存在, 但是另外一方面, 他又非常强调一大二公, 就整个这个国家, 必须或者说朝廷, 或者说皇上, 必须对全国的人力物力, 有绝对的控制权, 在这个意义上, 他又功德不得了, 所以说, 这个法家这个制度啊, 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, 那就是到了后世, 你看像武士以后啊, 很奇怪, 中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, 和资本主义, 或者说自由主义者, 都从法家那里各取所需, 那么一些主张自由经济的人, 说你看, 哎呀, 法家鼓吹个人财产, 那么一些主张社会主义的说, 哎呀, 你看法家是鼓吹国有制的, 那的确是有他各有各的道理, 法家实际上一方面, 鼓励臣子们, 对他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, 是一种独立的立场, 我不听爹的, 这一点是鼓励的, 但是第二, 你必须听皇上的, 在这一点上, 绝对不鼓励你个性, 因此啊, 法家非常强调, 但是他这个功啊, 不是指对人民而言的功, 甚至也不是指对小团体的功, 那么后世的儒家对这一点就很不满, 明末的黄宗熙就曾经一针见血的, 把这个历代秦以后的这个皇上的这一套, 说过一句很有名话, 他说啊, 以前圣人自下, 他讲的圣人就是三代了, 说啊, 人各得而自私焉, 人各得而自利焉, 只有统治者是无私的, 他们为老百姓做奉献, 说但是法家掌权以后就不行了, 法家掌权以后正好倒过来了, 法家的统治者要求天下的人都不敢自私, 不敢自利, 但是他要把整个天下变成他的大师, 他要把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, 也就是说, 使天下人不敢自私, 不敢自利, 以我之大师为天下之大功, 啊, 这句话说得非常之尖锐, 也说得非常之痛, 而且我可以说, 这句话代表了儒家对法家的, 啊, 一个传统的看法, 不是黄中西个人这么说的, 使天下人不敢自私, 不敢自利, 啊, 以我之大师为天下之大功, 法家的普遍主义, 反映在励志上, 就是反对儒家的小圈子倾向, 我们知道儒家强调道德, 因此比较重视推荐, 重视相举离选, 啊, 儒家的相举离选, 和我们近代讲的民主选举不一样, 啊, 他讲的不是什么一人一票啊, 什么, 什么, 竞选人互相竞争啊, 什么, 不是这一套, 他讲的是道德本位, 啊, 就是说, 你那个乡里乡亲对你的评价, 啊, 当然, 说实话, 我们也知道所谓乡里乡亲对你的评价, 往往是地方上那些比较有头有脸的人, 啊, 对你的评价, 因为他没有民主投票制度嘛, 乡里, 所谓乡里的评价, 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, 啊, 呃, 对你的评价, 实际上也是一种推荐, 可是法家是不相信, 法家不相信, 第一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些人是处于更新的, 第二, 他认为如果你在地方上, 德高望重, 你难免就会有地方势力, 这不利于中央集权, 我倒不如你在地方上是, 是吧, 没有什么根基的, 那最好, 是吧, 所以法家从性恶论出发, 他不相信推荐, 选者为官的说法, 主张所有的人都以个人身份, 摆脱一切, 人际关系的影响, 直接由朝廷, 按照所谓客观标准, 来考察任意, 这一点, 老师说和近代的所谓文官制度, 也很有点相近, 是吧, 我们知道近代的文官制度, 它的一个逻辑, 就是政务官是靠选举的, 掌权的人, 权力谁给呢, 那是老百姓给的, 所以要靠选举, 选票多的人掌权, 但是办事的人, 你不能跟政党同进退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这个政府就很不, 这个办事机构就很不稳定, 而且一朝天子一朝城, 而且党派利益会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, 那怎么办呢, 是吧,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, 政务官和事务官, 分别有两种原则, 政务官靠选举, 事务官, 主要是靠专业, 专业怎么判断呢, 它不能有人事关系的掺杂, 所以要考试,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所谓, 国家公务员考试, 是吧, 可是, 近代的这一套制度, 它是为了保障民权, 而不是为了保障皇权, 它的原则是事务官, 就是办事的人是考试的, 但是掌权的人是选举的, 你不能倒过来, 掌权的人是考试的, 办事的人倒是选举的, 那就坏事了, 比如说会计如果是选举出来的, 那还得了吗, 是吧, 那选举出来的那个人, 可能连加减乘出都不知道, 但是他是老好人, 他能当会计吗, 是吧, 那掌权的人就不一样, 是吧, 可是我们知道, 法家, 大家知道, 我前面已经讲过, 西方的公务员制度, 在启蒙时代, 是受到中国的启发的, 但是虽然这样, 中国的这个考试制, 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,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, 这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, 中国法家的那一套, 他是为了保护皇权, 而不是为了保护民权, 因此, 在掌权的和办事的人之间, 恰恰相反, 应该说中国没有, 传统中国的官制, 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, 但是, 在西方, 认为是政务官的那些, 各级行政主官, 中国是考试, 不是选举的, 大家知道, 在国外, 州长, 县长, 市长, 都是民选产生的, 因为你是掌权的, 你要为一州的老百姓服务, 你是他们的公徒, 你要由他们来授权, 可是中国, 这些官都是录用的, 由皇帝任命的, 是吧, 那么, 这个录用都是按照所谓客观标准, 在秦始皇那个时代, 就是靠你, 杀人的多少, 是吧, 大家知道, 法家实行的是二十等军功决志, 所谓二十等军功决, 按照商鞅的设计, 是以假手论功的, 是吧, 就是你在战场上隔了几个脑袋, 你就可以得到几等的那个爵位, 这个做法很客观, 是吧, 他不相信那些什么人情, 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, 是吧, 以假手来论官, 这个很客观, 但是不能经常打仗啊, 是吧, 秦国可以搞, 那个时候是因为战国期间, 是吧, 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, 是吧, 那么和平时代怎么办呢, 和平时代, 也要设计一种客观标准, 是吧, 以前儒家都是提倡推荐, 那不行, 最后人们就发现, 科举是一个好办法, 科举, 我们现在说, 他的毛病是, 属服人的思想, 是与那个治国的实际才干无关, 老实说, 科举一开始不是这样的, 是吧, 科举一开始是怎么设计的呢, 是你给我写论文, 是吧, 叫做策论, 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, 比如说这个国家农民负担很重, 考试的时候就出一道题, 怎样解决农负担问题, 是吧, 于是这个举子就写了很多文章, 说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应该如何如何, 这就是策论, 这应该说是很和治国有很密切的关系, 那后来就发现这样做不行, 为什么不行呢, 因为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客观标准, 是吧, 那么这个考官是一个左派, 那么他就会欣赏那个按照左派立场, 写的那些策论, 考官如果是个右派, 他就喜欢右派的策论, 这样一来就拉帮结派了, 就没有客观标准了, 是吧, 所以后来科举考试, 策论越来越被排斥, 把骨文越来越兴起, 这个把骨文啊, 否定他的人说, 他和治国没有关系, 但是肯定他的人认为, 把骨文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智力测验, 你不要以为把骨文好做, 把骨文能够做得好的人, 绝不可能是笨蛋, 把骨文是一场需要有高智力才能做好的文字游戏, 它的确没有意义, 把骨文强调的那套非常严格的, 那套非常机械的那套做法, 那套文字游戏是纯粹的技巧, 里面的确没有思想, 但是这不要紧, 他只要客观, 是吧, 那个我们有一位学者说, 把骨文就相当于英语的托福考试, 是吧, 所以这种学问呢,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托福考试成绩非常之高了, 高到了现在美国人都很害怕的地步, 是吧, 但是实际上托福考分高的人, 英语实际运用能力方法很差, 但这不要紧, 托福考试最大的优点就是客观, 电脑判卷, 没有什么人情可言, 也没有什么左右, 也不受考官的政治思想, 别的方面的资源, 把骨文就有这一点好处, 是吧, 这是一个高智力的智力游戏, 可以把所有的聪明人都一个一个的注意, 我讲的是一个一个的, 这里头绝没有相利新竹的影响, 是吧, 一个一个的由国家来控制, 所以有人说科举考试是儒家的那一套, 科举考试用的考题是儒家的, 标准答案也是儒家的, 但是这一套制度设计绝对是法家的, 这应该说, 因为儒家他讲的都是推荐, 而且他讲的是以道德取观, 但是科举考试是以什么为标准呢, 应该说科举考试是以智力为标准的, 不是以道德为标准, 是吧, 因为大家知道文字游戏是考不出道德了, 何况我们大家也知道科举的本来, 有一个故事嘛, 就是唐太宗看的人能去积极地印科举, 他就说了一句话, 这句话是什么呢,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, 叫做天下英雄入无构中, 请注意, 唐太宗没有讲天下善人入无构中, 天下贤人入无构中, 唐太宗并没有认为科举考试可以挑选出道德高尚的人, 他认为科举考试能够挑出什么人呢, 能够挑出英雄, 请注意我们古代汉语中的英雄这个词啊, 和现在人们赋予他的道德含义是完全相反, 我们现在经常说雷锋是英雄, 是好人, 可是古汉语中的英雄啊, 他的含义就是能人, 强人, 而且往往是非道德意义上的强人, 所以像曹操那样的人, 那就是英雄,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语的英雄和枭雄, 我们今天讲的枭雄是同一个意思, 就是那种不择手段非常厉害, 是吧, 很能干的人, 但是不是有道德, 这是无所谓的, 是吧, 所以那个, 大家知道那个三国的时候, 三国演义中就有一个天下英雄, 是吧, 唯使君如二, 曹操说他是英雄, 曹操的确是古汉语中的标准的英雄, 是吧, 就是那个不择手段非常聪明, 就像韩非那样的人, 那么科举考试就是使天下英雄入伍构中, 他要挑选的就是那些智力比较高的人, 智力比较高, 你不需要有很高的道德, 但是第一, 你不是傻子, 你能为我办事, 第二, 你没有什么个人关系, 你只能依靠我, 第三, 我有一个客观标准, 第四, 我把这些傻子都笼络, 聪明人都笼络住了以后, 剩下的那些傻子造反也无所谓了, 他们也造不起反了, 是吧, 那么科举的好处就是这样, 至于治国的本领, 老实说, 只要不是战乱时代, 一般来说, 古代的这些官僚啊, 他治国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本领, 是吧, 因此你说这个科举有多么多么大的弊病, 皇帝, 老实说, 他并不觉得, 但是一旦碰到这种大的, 比如说近代, 面临西方的挑战, 那情况就另外了, 因此我们可以说, 从秦代以假手技术的军功绝制, 到明清以高度形式化的自力测验, 为实质的科举, 都体现了这个原则, 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, 与此相应的就是回避制, 正因为法家是非常强强调, 中央集权对一个一个个人的直接控制, 所以他特别害怕人际关系的发展, 他相信人们抱成一团, 就会拉帮结派, 因此就越来越强调回避, 本地人不得做本地官, 以前的中国的那个回避制度啊,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专门值得讲的, 那个制度规定, 五花八门, 比如说明清规定, 江泽人不能在户部坐管, 为什么呢, 因为户部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, 是管税收的, 而江泽是中国的附属之地, 纳税大户特多, 所以那里的人不能在财政部坐管, 一坐管, 他们就投石漏水, 诸如此类, 还有亲属回避, 私生回避等等等等, 回避制啊, 就决定了你不能搞民主, 道理很简单, 在那个他们那种制度下, 地方官必须是外地人, 那么既然是外地人, 在本乡本土大家都不认得, 你怎么民主啊, 民主选举, 肯定是要选大家认得的人, 所以西方的那些州长, 市长都必须是本地人, 而我们从秦汉一直到民卿, 正常的原则是, 这些人都必须是外省人, 连本省的外地人都不行, 甚至即使是外省人, 按照民卿的规定, 籍贯和任职地距离不得少于吴北, 换句话说, 如果你是河北人到河南去当官, 那你只能跑到河南南边, 像什么信阳啊, 这些地方去当官, 你如果在, 比如说如果你是河北邯郸人, 你就不能到河南的安阳去当官, 因为虽然这是两个省, 但是邯郸和安阳, 距离还是太近, 都在两省的边界附近, 那还是不行, 你河北人, 你要到河南去当官, 你只能到信阳去当, 不能再安阳当, 因为他要求距离在吴北里以上, 那么这么一套制度, 我觉得在专制条件下, 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是有好处的, 但是他和近代民主原则是不一样的, 我们知道近代民主原则强调的是, 政务官要选举, 因此就不能回避, 那么你不能回避, 你要靠什么制约他呢, 就是靠民主制度本身来制约, 而在那种情况下, 政务官恰恰是回避的, 那么他靠什么选拔呢, 靠考试, 我们以前的这些州官, 县官都是考试出身的, 都是近市, 但是传统时代, 由于他这一套制度, 不是为了给老百姓当公徒的, 而是为了给皇帝当奴才的, 因此恰恰是事务官, 他却不考试, 所以这和近代的公务员正好相反, 我们近代的公务员制度, 是在各个职能部门, 要强调专业化, 要考试, 而在掌权的主官, 那要民主选举, 可是中国古代的这个法家, 他恰恰相反, 真正办事的人, 往往并不是考试的, 是吧, 大家可能知道中国古代啊, 官和吏, 差别很大, 官就是知州, 知县, 知府, 那必须是考试的, 而吏是什么呢, 吏就是那些衙役, 那些办事人员, 那些师爷, 是吧, 我们经常讲的什么绍兴师爷,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, 钱粮, 管那些钱粮行民的, 是吧, 那些办事人员, 全都不考试, 而且往往就是, 拉帮结派, 私自运用的, 是吧, 这些人, 如果按照西方的文官制度, 恰恰是需要考试的, 但是中国是不考的, 是吧, 那些知府, 知州, 知县, 按照西方的观点, 那不能考试, 那要靠民选, 可是我们在中国, 这些人恰恰是考试的, 是吧, 因此中国的文官制度, 表面上看起来, 和近代的文官制度, 好像很相近, 都强调要考试, 但是实质, 完全相反, 之所以相反, 就是因为, 一个是要保障军权, 一个是要保障民权, 是吧, 那么总的来讲, 我们就看到, 是吧, 这两者的差别非常的大,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, 才有了所谓的, 如表法理的这个说法, 那么从今天看, 这一套制度啊, 它有两个特征, 第一, 它是阻碍我们现代化, 最重要的一个障碍, 老实说, 儒家那套, 并不是太大的障碍, 在这一点上, 我认为五四是有偏差的, 是吧, 五四抓住一个儒家, 批来批去, 而且批得非常过分, 我觉得是那种反彻底的反儒, 是反得很过分的, 但是儒家, 老实说, 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用的规则, 你说它好, 它也好不到哪里去, 但是你说它坏, 它也坏不到哪里去, 老实说, 如果说中国要搞现代化, 真正有什么障碍, 真正有什么制度上应该改革的, 不是儒家的那套, 而是法家的那套, 但是另一方面, 法家的那套, 从表面上看起来, 它又很现代化, 是吧, 如果你把它的最终目的抛开不讲, 是吧, 就是说它是保障军权的, 而不是保障民权的, 如果你把这一点抛开不讲, 好像很多东西很现代, 比如说, 它强调考试, 于是有人说, 它和文官制度很相近, 它强调, 每个人都六亲不认, 于是有人说, 它很强调个性解放, 它强调, 它反道德, 于是有人说, 它强调的是法律的普遍主义, 可是我们今天就要说, 我讲课的一个核心观点, 就是说, 我们要看到, 在这表面上的相似背后, 有非常大的差异, 而这个差异, 说到一点, 就是我们国家要现代化, 用我们这个, 现在领导人的话说, 要以人为本, 或者说以民为本, 那么以民为本, 那么就要做到一条, 权责对应, 也就是说, 这一点, 这一点儒家倒是很强调的, 君君臣臣, 父父执子, 统治者必须对人民负责, 那么统治者怎么才能对人民负责呢? 儒家说, 靠亲情, 靠亲情行不行得通呢? 在小共同体内, 是行得通的, 在一个家庭内, 的确父亲的权利和责任是对应的, 老实说, 不仅中国是这样, 西方也是这样, 西方人, 你说他很强调民主, 很强调权力制衡, 可是西方人他也没有主张在家庭里头, 民主选举父亲吧, 他也没有强调在家庭里头要搞三权分立, 在家庭里头, 你是可以相信亲情的, 你是可以相信权责天然对应的, 可是在陌生人之间, 怎么建立这一套呢? 儒家认为应该如此, 君臣应该像父子, 但是怎么样才能确实像父子呢? 法家根本就不信这一套, 我前面已经说了, 法家就认为, 陈子听你的是因为想得富贵, 害怕你是因为怕你杀他的头, 那么儒家, 他当然认为应该像父子, 但是他也知道实际上, 大概不一定都是这样, 那么怎么办呢? 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 因此他只能假设, 如果不像父子, 我就可以造反, 是吧? 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过的革命理论, 你如果像我爹一样爱护我, 那我就尊你为王, 你如果不像, 我就可以把你推翻, 是吧? 可是这一套, 如果真正执行起来, 问题也很大, 因为这一套如果真正执行, 这个社会就没法稳定, 不断会出现革命, 是吧? 所以我认为啊, 如果我们真正要搞静代化, 民主宪政在人权基础上的权力制衡, 可以真正达到陌生人之间权责对应, 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实现了, 儒家在小共同体范围内, 希望通过亲情能够实现的那个原则, 就是君君臣臣富富之治, 是吧? 怎么做得到, 在陌生人之间怎么做到这一点呢? 那就是你的权利必须是我给你的, 就是人民给你的, 统治者的权利来自于人民的授予, 人民给他这个权利, 就是为了让你当我的公仆, 你是我雇佣的公仆, 所以我给你权利和你对我尽的责任, 就应该是对应的, 如果不对应, 你就当选不了, 或者你当选了, 很容易也就被免掉了, 也就被换掉了, 而这个换不需要革命, 不需要文诸一副咒语, 为文士其君, 也不需要像汤武那样, 发动一场那种大规模的改变, 因此我可以说, 表面上看, 儒家和近代有很大的距离, 而法家和近代的距离好像不大, 但是实际上, 近代化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, 从政治角度讲, 我们不就是要追求, 这个儒家在一个家庭内用亲情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, 能够在陌生人之间也能实现吗, 那么这一套制度, 在家庭内靠亲情, 在陌生人之间靠什么呢, 儒家认为靠革命, 靠革命很难实现, 而且老实说, 中国传统时代也不允许, 是吧, 儒家那一套到了董宗书以后就不能讲, 那么我们今天讲, 靠宪政, 靠民主, 这就可以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, 你有权力, 你就得承担责任, 是吧, 从这一点上讲, 他也等于实现了儒家的道德理想。